然後我就看到那觀眾朋友都會記信 他會想要分享故事嘛 然後呢 但是他有些副照片 對對對 那就跟我講這張照片 他說這個壺裡面 這個茶壺裡面 因為他們寫雖然沒有很生動 但你聽得懂他這個茶壺裡面 半夜12點 然後就轟轟就出來了 他是一票軍隊 古時候的軍隊 而且他很清楚 他知道說這就是阿修羅的軍隊 阿修羅就常常俊男美女 你會不會以前是阿修羅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呢 出去之後呢 他說大概四五點之後 機名之前 轟轟轟又回去 然後就拍了一張照片給我 你知道那照片長得怎麼樣嗎 就是一個 虎 古董虎 我完全看不出來 那有什麼神奇 你知道嗎 一個虎裡面會有軍隊 對啦 因為他就有點像那個阿拉丁的那種概念 阿拉丁 他沒有講阿拉丁 但是我們當然想 你就講的是東方的阿拉丁嘛 另外一個他講說 寄一個 那就拍了一張照片是一顆石頭 那石頭他說這就是石頭弓 因為石頭弓呢 晚上都會給他託夢 我都信啊 問題他們第一個不會拍 第二個他也沒比較子 那個連石頭多大顆都不知道 就一張照片裡面滿滿的一顆石頭 你也不知道說他多大 你知道我怎麼做 我後面拿這兩張照片去問一個通靈老師 我說老師 你看看這兩張照片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個老師講大概有八成是對的 你都沒有跟他提就直接給他照片看 我就要測試他 另外我也看看人家講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懂 他講說 講到那個那是應該是古時候的一個王 那對他沒有講阿修 我那是古時候的 那個石頭裡面 他說他這個有打個照頭弓 我就覺得對了 對了之後呢 我就決定要做這個單元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記得 可是我有點忘記 我記得你有說過 你曾經有留一張靈異照片在身上 然後出車戶 是嗎 是啊 可不可以講 你留什麼靈異照片 是 真是的 是那個 人面有辦法開始嗎 不是不是 可是我跟你講 這種就是跟個性有關 我們這種人 不想貪人家的小便宜 所以我常常就會遇到這種問題 但是可能因為這樣 老天爺就會 逼由我們聽說聽說人 我就跟一個老師 你們觀眾朋友 你們有沒有記得 我們玫瑰街鬼號連篇 裡面有個老師說 啊這張照片 有沒有 那個 那個老師呢 他是有在修 那他說 信徒有拍到靈異照片 因為不敢放在家裡 所以放在他的廟 去震住 哎呦 那照片裡面的東西 真的啊 然後我說老師那你拿給我看看 因為有老師在嗎 看看我就挑了四張 那四張 一張是一集嘛 對 那首錄的時候就錄了四集 在錄的過程當中 錄完 我就覺得 我好像感冒了 哦 我覺得我感冒了 對 那感冒但是還是要把其他唱歌啦 曾慶玲 捧恰恰唱歌的 把他唱完 那結束大概 快十一點了 那 我們就要回去了 第一時間我就想到說 啊 靈異照片怎麼辦 嗯 那你知道我們有新人來嘛 新人來我當然 我我當然可以跟他講說 哎 那個助理那你就把他 帶回去公司 我懂 對 我真的說不出口 我還講真的 不要說我老鳥 我那麼資深一樣 我也不想拗人家 我就想說 有起心動念 不要不要這樣子 你自己以後要做這個 靈異照片 你連你自己都怕靈異照片 你是憑哪根毛 你跟人家做靈異照片 有沒有道理 所以我就把他帶到包包 我跟你講我後悔 因為我起回去的時候 我在醒過來的時候是隔天 隔天在我的床上 我是痛醒的嘛 因為那個會痛 痛醒之後 我想是什麼狀況 我剛好棉 我那個枕頭全都寫 那我就摸摸說 啊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跟你講 你們都沒有失意對不對 我跟你講 一點都不誇張 你們如果真正有昏過去 再醒過來的 真的會有那種恍如格勢 這是哪裡 然後我是誰 真的 我跟你講 電影很多人演都很假 我跟你講 你經歷過你就這樣 我想這在什麼狀況 那你就在一直驚嚇當中 但是你覺得這個地方你熟 因為這是你房間嘛 你馬上就會想起來 想起來之後說 奇怪為什麼我會變這樣 怎麼辦怎麼辦 那因為我是很理性 很邏輯的人 我還想說 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寫筆記本 以前都會寫 怕忘記都會用筆記本嘛 我就我在挑 我的包包裡面有沒有筆記本 找到 有有有有 翻翻翻 我真的 原來今年是1月幾號這樣子 然後昨天我們錄影 我是這樣慢慢想起 拼湊記憶 拼湊記憶 後面呢 趕去那個外科要去縫 那個傷口 那個傷口 因為你太久沒縫 過了不知道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之後 他就會滿起來 他沒辦法再縫合了 你理解嗎 弄 我那種頭上面就是有這根疤 然後呢 就是裡面 我就在想說 這會怎麼發生這事情 就包包裡面就是放了 一個我們公司的信封 玫瑰之夜的傳播公司 叫新凱傳播的信封 信封裡面就放了 四張靈異照片 那四張是哪四張 我跟你講 我就是一張一張問 通靈老師 那不是跟我講那個 靈異的那個 我就跟他問 我說老婆 那不是這張 通靈而已喔 隔空的 用電話 因為我休息了兩天之後 進公司 然後在公司問 他說不是這張 因為有些是有神的 望這張 第三張 就是這張 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 高速公路的靈異的廢墟 就是撞到那個鐵都爛掉了 就變破銅爛鐵 然後是黑白照 然後那個廢墟裡面呢 有一個燙頭髮的 大概四十幾歲 我認為啦 大概三四十歲的女人 一個頭 那一張當然是很轟動 我跟你講 玫瑰之夜鬼話連篇呢 有重播嗎 找一定找得到 但是我說有一點點恐懼 我都能形容到那麼仔細 你就知道我都沒忘 你就知道真的可怕 我跟你講 這種叫職業傷害 有些時候你太投入之後 你就很善 如果你皮皮的 拍什麼 我也忘了 那當然沒事 那我想問 那個女的是 她害你去車禍的嗎 我對我後面有問 她對 她 但是你不能講害 我就跟老師講說 我跟她又沒 無冤無仇 對吧 對啊 我們有些時候遇到事情 我又 我又沒有惹到她 我跟她無冤無仇 為什麼她找我 老實講一句 我就無言了 她說 一個溺水的人 看到東西都想抓 哦 那你也需要你辦法 就這樣 然後 那個就是我第一次做那個 那個 靈異照片 之後 播出去之後 你們沒有看過那個 什麼靈異照片 如雪片般飛來啊 哦 這件事情爆轟之後 爆洪之後 對 她就真的雪片般飛來 都是我在看 我跟你講 我都看得頭昏腦脹 你知道嗎 幸好 我跟你講 人 我沒有貪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離開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就跳到那個 KPOP 有線電視 八大嘛 因為裡面 我跟你講 我們這種人 常常 不是說鬼來鬧我們 可能 長官有些看我們不順 因為你太認真了 誰叫你那麼認真嘛 我哪知道認真也有錯 害到偷懶 對 你們現在在聽很多時候職場上就是這種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好不好 可能是你太認真了 但如果你本來不認真的 那你可能要認真一點 哈哈哈 然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剛才是講到說那個 那個 那個 哪裡 那個女的他來找你 然後他因為溺水的關係 對嘛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就問了老師 老師就是 不是不是 我就講說我後 幸好後面沒有拿那個靈異照片離開 因為那個也是資產 你知道嗎 嗯嗯 但是我跟你講 那時候還沒有網路那麼發達 你照理講 你可能要帶一點 可能你整理我這幾年的資料 各位 有些資料不能帶 例如說靈異照片 我跟你講我做對了 我好高興 因為我幸好就覺得 嗯 不要 這不該我們的 我們不要給他拿 然後我們就沒有拿半張 你知道嗎 嗯嗯 那個公司後面啊 後面當然 跟靈異無關 我的意思說 他後面因為有 可能要轉行 或幹嘛 公司沒有租在那邊了 嗯 沒有租在那邊 結果呢 過了十幾年之後 我經過那個入口 入口在台上去看 哦 租 哦 租嘛 合理嘛 有些時候這樣租 哦 又過了三五年 有時候經過這種 租 租拉下來 但是沒人 你怎麼評斷沒人 如果那個地方你住過 裡面有沒有人 你會看得出來啊 你知道意思嗎 對 結果 嗯 我前一陣子哦 嗯 我就不敢看了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自從我們那個公司離開之後 他那個屋子 雖然有租過人都沒有租長久 到現在還是恐怖 我可以這樣子解釋就是照片有點像是詛咒的照片 就是不敢說 如果今天那個照片給了那個助理帶回去 可能出車禍就是助理 嗯 有可能 對 那那個照片後來你留在那間公司 你沒有因為說我去巴達 我把照片帶去再繼續做素材 對 對 留在那邊後來那個 你也不能說是這個關係 但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去 排除掉是不是照片影響那間氣場的關係 是 我跟你講 那個是一個磁場 對嘛 我跟你講真的 那個不能貼紙 當然你如果說 那請問林製作 那如果擺神的照片嗎 有 對啊 會有人擺 對 你只要相信他神明就會保佑你 好不好 所以 趕快跟你們講一個撇步 如果你在鋁色上面 你這樣遇到鬼的情況底下 趕快拿起你的手機 如果你相信北港朝天宮的媽祖 趕快把他滑出來 媽祖媽祖 信徒 我現在很恐怖 我都堵到鬼了 你這樣呼啟 然後把神明拿出來 然後你這樣對著他 就可以保佑你 平安 但記得 有空還是要回去拜拜 對啦 北宜公路的一張照片 那他們是走九萬十八萬 經過了平臨之後 要下到宜蘭東中間 有一個休息站 各位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那邊有賣 應該那時候可能有韓吉湯 有那個蛋 滷那個蛋 大概是這樣 他們在那邊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邊有廁所 他說他那時候下去 在他自己的貨車前面 讓他的女兒站在前面 他拍了一張照 留念 他的女兒笑得很開懷 第一個 他這是真的 因為一般假的 他遮來遮去 你也看不清楚 對對對 對 然後拍出來之後 他是發現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那個照片的玻璃裡面 還有人影 在駕駛座裡面 我想起來這個照片我看過 對 那你說那為什麼會不會有人 我就跟你講 那部車就他跟他女兒嘛 你還是什麼人 你聽得懂嗎 我懂我懂 有些人當然會問這 我們不怪他 但是呢 就旁邊站了一個小姐 我那時候也不太好 因為有些時候我都有忌諱 但是我沒有不恭敬 我的意思是說 他輪廓很深 他應該是原住民的小姐 而且樣子還蠻漂亮的 但我沒有那個褻瀆的心 就是因為我們都會看到 當然原本他的眼神 各位 如果他沒有因神 先跟你們講 不要看眼睛 拜託 我跟你講我看了眼睛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天啊 然後呢 但是你那沒有這樣講的時候 你看也是這樣看 只是說看不到眼珠圍 好 那就這樣 看下來之後就看到沒有腳 你知道嗎 以前沒有腳的人 當然他就是有受到傷害 但是要嘛你要裝一隻 要嘛 你不會那麼大辣辣 我跟你講 不會有人 沒有 然後他故意讓你知道 他沒有而且那個站的形狀 不對 姿態就不對了 不對 然後呢 那個那個靈學老師啊 我們給靈學老師看 他這樣照片 這樣照片 那個邱老師 他說 齁 他的那個 因為他有個靈感是後腦勺 有一根筋 他會tung... 就 grad打電荷 他說 好惹... 他受不了了這樣 他刺這麼間就有明示照片 這個案房的老師 那個都很酷 林製作我是覺得這張照片 如果說不是那個小姐 阻著拐杖在這 因為她那個構圖看不到另外一隻手 你知道嗎 你就要看一個拐杖在這邊 才能撐起來 一隻手是在那個車裡面嘛 除非就像體操拳手這樣 蔡依林在唱那個什麼歌 她還在那個木馬有沒有 那個什麼 你撐住那你厲害了 你核心也厲害什麼也厲害對不對 如果不是那個暗房說 那她沒辦法解釋 那那張照片後來怎麼做 後來我就跟那個先生 爸爸我就跟他講說 那講來講說 我說你真的那時候 當初旁邊沒有那個女生嗎 他說就是沒有 不然我寄給你們幹嘛 對啊 問題也是很簡單 我跟你講做完我馬上寄回去 照片不留 我不留 不過我跟你講幸好 我們就是真的是說 有些時候買菜還想叫人家送個蔥 但是這樣像那種 我就不敢看那種小 所以基本上靈異照片 你們都是一律都寄回去 因為我以前到後面 有些新的照片會存在我的電腦 我跟你講我那個電腦 不知道是我不會用來講 常常當機 存這些照片 我真的講這樣 我還拿給那個維修的那個HP會不會不夠好 應該不至於 應該還不錯 我就給他說 那個 我這個常常會當機什麼原因 他說 沒問題啊 檢修來檢修去 後面我發現說 我看算了 不要了 又過了幾年之後 開始有雲端 所以那張照片雲端上面有 差別就是說 沒有像我原版那麼清楚 但是我跟你講 很多時候你也不要那麼清楚 人生有時候糊裡糊塗這樣過就好 對啦不要凡事看太清楚 看太清楚你反而過得不是很好 人生也是 靈異照片也是 其實剛剛志文哥在提到 看這個照片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提到一個重點 看紅衣小女孩 也不要看眼睛 當然啦 你看了眼睛 你很容易就被刷丟到 真的不要 好我們先看到這邊有這個 最前的鬼故事 大家好我是錯別子 我出第三本新書了 叫符咒的力量 是跟三龍法師一起出的 這本書裡面擷取了18張符咒 寫了18則故事 不用覺得很生硬 裡面的內容非常有趣 好比有一個叫諸葛符 就是你喜歡的男人 用這個符畫下去 他就會像諸葛一樣 趴在你身上 如果你覺得我在胡說八道 那你就翻一翻看一看 是不是鬼話的影片 現在這本書 符咒的力量 在成品 伯克萊 金石糖 MOMO 跟我們家的快點購都有得買 在新的一年 選擇讀一本新書開始 我是錯別子 我是來鄭凱 我想過要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